你想我妈也不知道谁叫她的 她肯定还是有 她不知道哪听到的 她就会想 就是说观世音大菩萨 保护世界和平 所有人都好 她说所有人都好 她那个好的概念 我也不知道讲什么 都好 反正肯定就是 大概有万次 有衣服穿 有钱花 但是她想的 不错 那个量还是很大的 所有人都好 你发什么心 以小称心 阿弥陀佛念了一万句 大称心 为了一切众生的解脱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一句有没有超过她一万句 也超过她一万句 前面修小称法的 修了十年 和修大称法念阿弥陀佛念了十年 两个人相貌会不会一样 相貌都不会一样的 大称人的这个相貌都不一样 气质光明都是不一样的 国报是不同的 所以可不可以一起修 也可以一起修的 我再请问大家 我们修的四分比丘戒 比丘戒 小称是大称 道宣律师把四分律师 是不是 所以小称是大称 是大称的 道宣律师是把这个 以大称来设这个四分律的 我跟你说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 可以三坛戒一起修 我们向谁求戒啊 从谁得戒啊 从佛得戒 你相信吗 我们会得戒吗 我们会得戒吗 会得戒吗 会得戒吗 一个月三密军 比丘戒 菩萨戒都说了 剑萨戒都说了 先已旧意 先已安易做 天 twent心 天能力 noodle Late 我们 是 现在 我们 在 我们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座的想一想 我们在未登坛之前 如果我们都了解小乘戒 大乘戒 我们如果从理论上了解一下的话 作为知识上了解的话 你了解了 然后再去登坛 面对这样子有戒司 有谈 有一起同戒的 那有一种场景的话 你内在能够发起这样子的心 请问 你能发起心去受戒的 跟没发起心忽里忽图去受戒的 会一样吗 不一样的 除非 就是说 你没有学过比较急 但是你有善根 你有善根 你过去生生世世 你修过小乘的 小乘戒体 你就是说 你过去就是受过小乘的功德 熏修 然后你过去也发过大乘 菩提心 你这辈子没学过的表情 你一到那个 出这个景 只要进入那个 这个戒坛 戒司 戒坛 佛的加持 十方诸佛降临的 就像我们天通寺 还没有开戒坛前 那个菊师去一次天通 他回来给我写了一篇文字 给我 就赞叹 天通寺 十方诸佛都降临了 我知道 天通寺要放戒了 实际上他这个讲的 他见到的 这个是对的 我们虽然没有准备好 没有什么 但是实际上 他已经是这么殊胜的 在那里了 如果你这个生命里 有这个种子的话 他就会 就在这样的姻缘下 就会 就会那个 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也会的 也会有 但是我们现在 大多数的 我们也不要那个个别的 个别的不知道 那个别你不学 什么都不要解 所以那个不作为案例 他也不能作为代表 不只是大众化的 就是普通 哪怕我前世就是畜生来的 我就是说地狱恶鬼 畜生轮回到今天 我们遇到佛法了 如果我们这样学修过 我们有准备的去受戒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会 那实际上是需要这样的 那受菩萨戒的时候 有几天时间跟你讲 发菩提心的功课 对不对 受戒指有没有 有没有讲 劝发菩提心文 有没有 没有啊 行安大师 是行安大师 在我们这个阿姨王寺 燃指 然后发菩提心 然后造了这个劝发菩提心文 就是比较著名的 就是这个 舍大乘论 就是基本上 我们现在更好学到的 舍大乘论 就是大乘经典很多 但是就没有人告诉你 或者很少人告诉你 为什么叫做大乘 他为什么是大乘 一个人就是说经典是大乘 但是你这个你这个徒弟 你要发起大乘 你要跟这个经典相应 就我们就没有 我们就读了 诗院开法会了 或者做金灿了 读楞严金楞严谈 我们就读了 跟你什么关系 跟我有关系吗 但实际上我们是佛弟子 我们是法的弟子 我们 我们学他就是我们要成为他 所以论点的重要性就在这 论 还有主师 善知识 他就会接引我们 让我们 具足这个有菩提心功德的人 所以受菩萨戒的前提 有很多人也问我们 师父啊 我们想受菩萨戒 有什么要求吗 我就跟他说 那你要 首先要求就是 你要去学习 发菩提心的内容 所以像那个 劝发菩提心文 以后有机会 我们要学 前一段时间 他们有个 有个塔坏了 就清理清理 里面竟然是 显安大师的舍利 舍利塔 在我们高僧传里 是记载的在这里 但是大家不知道在哪 在后山 后来又整理出来 舍利又出来 我们那个菊思林 还放在那供了好久 后来被我们有言法师发现了 把他叫去了 显安大师的牙齿啊 还有其他舍利啊 都请到广德市去了 还有一部分 还在那个阿谀王寺 就是说我们这样讲 就是很近嘛 这个心很容易通 对他浪家的 劝发菩提心文 就是那个 还有更广的 玄庄大师有翻译的 经典就有 那佛陀难道没有讲过 这个大称心 有什么功德吗 都有 这样经都有 还有昨天跟大家讲了 姓像的那个 难道玄庄大师 就只是此人中的祖师吗 他只是讲为时吗 六百件大般若 都是玄庄大师翻译的呀 对不对 你说两个分家水火 不是这样的关系啊 因为你像的建立 你就是要通达信空 缘起 按立这个像 起这个名称 没有通达空性 对这个 对这个 对这个为时后面的这些 你没办法通达的 所以这个 实际上 就是 当我们就这样 就了解的话 就不一样了 那再你再念一句佛号也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修行 你发了大乘心 发了大乘心 我们听法 你为什么 听法要念那些 然后我们要发一个大乘心 为了一切众生的解脱 成佛 我们而听经文法 实际上发一个这样的大乘心 再来听法 那你想想看 如果没发大乘心 就像普通的一个课堂 那你这个课堂没有什么光的 光明就是说 哪怕亮 亮度也不是很高的 能量级别不是很高的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了一切众生的 一切如母有情的解脱 必尽解脱 而听经文法的时候 这一发每个人放光 光光辉映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我们惠日式的这个课堂 就整个能够 这个光明都能够照住我们的地球 所以这个同样一个行为 你的心态决定了它的结果 对不对 一个稀里糊涂 迷迷活活的人来念阿弥陀佛的 他有所谓的 因为我后来发现 轨道里面也有会念的 轨道里也会念的 比方说轨道了 我们自己活着的人啊 我这里都遇到过 有的人被附体了 我怎么念大悲咒 不行 念楞严咒 不行 还有人听跟我说的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他说 身上的附体后来也会念大悲咒了 后来附体也会念楞严咒 念的比他还数 他念念的卡住了 结果那个附体他念了 你还没我念的数呢 你还降服我呢 结果就是什么 他念的人呢 他也不是大悲心念的 对不对 他就说啊 我就把这个附体赶走 对不对 这个鬼呢 他说你念 你念你能把我赶走 所以念到后来 对吧 这个是 这是 我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一个人 活人身上被附体的 竟然还附体 你说 所以我们也有误解 后来敏公上司再解释了这个 真正的大悲德是慈悲心 慈悲心 由于他这样讲了之后 那所有以后的 后来我才有机会去体验 为什么 就是说 首先你不能时有的称恨心去修 那时有的称恨心哪里是修法 你直接就修轮回嘛 你修 对不对 那怎么样子 以空性见 然后升起大悲心 然后这样 那就是这样 这个时候实际上 完全不是我们眼睛看到的 一个凶尘恶杀 放着火焰 不是那样的 这个有时候佛陀说法 也真的是很无奈 因为众生愚昧 要启迪我们 佛陀讲净土法门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比例的说 就像两个谈恋爱的人 天天在思念 如果以这个心的话 这个 他说肯定 他的魂就会到对方那去 所以这个比喻 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 求愿往生极乐世界 你如果一天 你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 天天想见 所以说也有 大势之菩萨念佛中 也有比喻说 如母子 妈妈天天想儿子 儿子如果不想妈妈 就 若霍见不见 碰到了也像没见到一样 对不对 我们别说两个人分开了 两个人在一起 好嘞 我们想一想 我们跟自己妈妈 跟自己爸爸在一起的时候 天天吃一锅饭 两个心都不知道远的多少 对不对 门一关 自己玩自己游戏去了 别吵我 吵我还能打吵起来 就注意起来 心都不在一起 比如说两个人不在一起 妈妈想念你 你根本不会去那个的 或见不见 妈妈想儿子 儿子想妈妈的时候 不相违缘 现前当来 就现前两个人 实际上心都已经合在一起了 那样见面 只不过是 那以后 因缘成熟了 就身和心都会见到的 所以佛在 有时候用比喻 特别是大称 越是大称 越是心领神会的东西 就是佛陀有时候 就是怎么表达呢 你说不说 那这个教法不留在世界 说那凡夫人们怎么懂 所以实际上 我们读经 好像我们都懂了 这个比喻都懂了 故事你倒懂了 故事所比喻的东西 你有没有懂 醒安大师 劝发菩提新闻 众生切尽 我愿方尽 菩提道成 我愿方成 如是发心 明知为大 观三界如牢羽 是生死如愿家 但其自渡 不欲渡人 如是发心 明知为小 若于心外 见有众生 即以佛道 愿度愿成 功勋不枉 知见不眯 如是发心 明知为篇 若知自性是众生 故愿度托 自性是佛道 故愿成就 不见义法 离心别有 以虚空之心 发虚空之愿 行虚空之行 正虚空之果 亦无虚空之相 可得 如是发心 明知为原 知此八种差别 则知审查 知审查 则知去去 知去去 则可发心 云和审查 为我所发心 于此八种 为邪 为正 为真 为伪 为大 为小 为偏 为原 云和去去 所谓去邪 去尾 去小 去篇 取正 取真 取大 取原 如此发心 方得名为 真正发 菩提心也 作词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慈悲至业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许任世尊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义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施识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指 海内外共三十万三千零二十五场 布施蚂蚁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之 海内外共一万两千三百一十一次 慈悲至夜 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八观哉借记大悲惨法会 恭请广乎法师组法 日期元月二十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九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主委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讯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法会当日上午八点半 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 尽情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 台南分会疗愈课程 果栋花现场教学 韩力玄老师教授 日期1月26日星期五 时间下午两点 联络电话06271 6616 06271 6616 或06271 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本课程需请来电报名 以便材料准备 接下来呢一行人就又浩浩荡荡的启程 往后藏方向行进 经过巴摩巴桑的这么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后来嘎丹派中举足轻重的知名 知名格西善知识 光巴摩巴桑就在这里出场 当时呢 光巴摩正要去尼泊尔求法 所以呢 当光巴摩见到九尾姐的时候呢 先是行李供养 然后说道 我要去尼泊尔求法 请你务必给予加持 让我此行没有任何障碍 他这么一说呢 就马上打到 你此行必有障碍 所以呢 你就不要去 我在这边呢 就不仅给你提供衣食 而且也会传授给你法教 因为啊 过去在藏地 那些弟子找到上师求法 没有人管他们的衣食 这些弟子呢 得要自己去找饭吃 找住处 不像现在啊 寺院里应有尽有 管吃管住 出家人都是衣食无忧 以前不是这样 为了求得教法 这些弟子 得自己去化缘 然后逃犯 然后呢 到上师呢 只能得到法教 比如当时 这个米雷尔巴尊者 向马尔巴大师求法的时候 马尔巴就说 要么给你衣食 要么给你法教 你选择一个 所以呢 像九五姐这样 又给吃的 又给法教的 在当时呢 简直就是一般人 没有办法想象的 幸福 但是呢 广报啊 却跟九五姐说 我身上还有一些干粮 不需要您提供衣食 你只要传给我法就可以了 九五姐一听呢 马上就正色说道 不接受衣食的话 就没有法给您 看来求法之路呢 真是这形形色色 人格迥异 像广报啊这样的 应该是达到了 很多人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 就好像我们现在叫外卖 就是送餐服务 人家那是什么呢 那是送法服务 直接把法送到门前 不仅送餐又送法 其实呢 话说回来啊 现在我们很多人学法 也是差不多了 不需要供养 也不需要扶持 坐在家里 法就在眼前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总而言之呢 不管怎么说 广报啊 就这样留在 九五姐身边 再也没有打算去尼泊尔了 不管怎么说呢 从阿里到魏藏的这一路啊 九五姐途中遇到了 很多位高宋大德 当九五姐他们一行人 到了一个叫做 参拉的一个地方的时候 九五姐本来打算 要给一群顿武跟根器的人们 讲说 沙拉哈大师的 多哈大武歌 但是呢 却却制止了九五姐传法 他说这个法 对藏地来说 不太适合 于是呢 尊者呢 尊者也 信心的 没有办法 传讲了 后来呢 他们一行人 抵达了后藏地区 在这里呢 九五姐遇到了 他的另一位 另一位重要弟子 南九八千伯 说到这位南九八千伯 他的医生啊 那也真是百转千回 他出生在藏地 多米地区 他家里七个孩子当中 最少的还有一个 也是因此呢 一出生就被父母送给了 一户没有孩子的人家 后来呢 这户人家 有了自己的孩子 就把他转送给 另外一户没有孩子的家庭 结果呢 这第二户人家 也生了自己的孩子 于是呢 南九八的亲妈 就出现了 跟他说 我把你生下来 就是希望你可以出家为生 所以呢 后来 他就出家了 然后呢 有一天 他的妈妈又出现 对他说 看来你的这个出家师傅啊 太忙了 没有时间教你 你还是去慰藏学法吧 就这样 一波三者 他终于来到了慰藏 也就遇到了阿底下尊者 之后呢 他拜在尊者门下 成为弟子 同时成为了 尊者的侍者 后来呢 有那么一次 南九八想着啊 自己一直这样做 九八姐的侍者 都没有时间去闭关实修 可能是自己的福报不够 但是呢 这个念头呢 被九八姐发现 所以呢 九八姐就对他说 如果身口意都能 侍奉上师的话 就不需要再另做禅修 果然呢 后来 在南九八 这个九八姐所有的这个弟子当中呢 南九八的这个禅修境界是最好的 修得最好 禅修境界最高 连广报啊都说 中文字幕做翻译 南九八做仆人 我跑去实修 但是呢 到头来 他们俩的境界都比我高 总之呢 就是南九八就这样 一路上就跟随了九姐 从未离开 中文字幕做翻译 中文字幕做翻译